一操完以后 其实它里面那个苦味的那个碱呢 就融到水里去了 所以呢也降低了它的这个 这个苦含性 那老师那板蓝根 到底有什么样的养生的功效呢 那么板蓝根其实呢 我们平时用它的时候 都用的它什么功效啊 就是清热解毒 尤其是它能够凉血沥烟 就它对咽喉的这个热毒 效果特别好 而且呢我们板蓝根一般 过去啊其实我们小的时候 也经常这个 说动物感冒啊 或者是预防啊 我们都用它 那么它有一个抗病毒和这个 抑菌的功效 而且呢这个板蓝根呢 我们把它外用的时候 还可以治疗那种 因为热毒而引起的接种 尤其是我们春天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得过榨塞 你们得过吗 榨塞 塞蜡血沿 对对 流行性三线炎 那么一般流行性三线炎 我们都得 不光得喝一些中药 还要敷 其用板蓝根的敷上也管用 板蓝根液内服 可以清热解毒 凉血沥喉 板蓝根液外敷 对流行性三线炎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其实这板蓝根 还有一点疑问啊 刚才关键词里 有一条最具争议的中药 比如说要有什么 关键性的流感啊 还有当年的非典啊 板蓝根经常脱销 它的药效有那么强大吗 这个呢就是一个误区了 我们说板蓝根啊 我们说这个药虽然是不错 但也不是人人适用的 而且呢这个药呢 用的剂量 用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按照中医的 这个处方来吃这个板蓝根 就刚才吃了一点点板蓝根 我现在舌头有点麻 你们有没有 中毒了吧你 然后我想知道 就是它怎么样 能给它做出这么美味 就把刚才有点苦苦麻麻的板蓝根做成这样 您是怎么做的呢 对 这个凉拌的 是怎么办的呢 因为板蓝根呢 其实刚才大家提到 它有清热这个剧毒 其实大家知道 凡是有回甜的这样的这个东西 像一些茶呀 那么它对咽喉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板蓝根呢 我们吃的时候 因为它有点苦寒 所以呢我们就是焯水的时候 要多焯一会儿 还有一个呢 对 像铁钢老师做的这些 肯定很有秘境 因为凡是野菜啊 我们都要用什么样 用醋 用蒜末 然后去给它压一压 它那个味儿 而且呢最后这个上桌之前呢 我一定要淋点香油和花椒油 然后把那个味提起来 然后这个盐呢可以少加 或者是甚至不加都可以 但是醋和蒜还有香油 或者花椒油一定要有 你如果喜欢偏甜的口 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糖 这样的话这个野菜做起来 就非常的美味 凉拌板蓝根叶时 焯水时间要收成一些 用盐 醋 蒜 香油 花椒油等调味 既美味可口又可保持样性 这是凉拌板蓝根的做法 那提到老师 有没有这个熟一点的 这个凉拌呢 多是咱们北方的吃法 南方呢 其实管那个板栏根啊 又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神仙草 因为南方比较热 就用它呢带火去炉 一般的煲汤的时候 你无论是煲这个鸡汤啊 鸭汤啊还是肉汤啊 最后呢放一些放进去 这儿呢既解这个肉的油腻 又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 我告诉你们 不光铁康老师说 是的 今天铁康老师来之前 就在锅里炖了一锅 板蓝根肉 炖片子肉 炖片子肉 喝喝喝喝 来 每人盛一点 尝一下尝一下 要是野菜还能这么吃的话 我岂不是更喜欢了 是 胖姐之前吃过的都是基本上 都是凉拌的 要不就是包包子 还没吃过炖肉炖汤的 对呀 我不知道它能喝肉一块炖 这是最主要 板蓝根叶炖剑子肉做法 原料 板蓝根叶25克 猪腱子肉200克 蜜枣5个 西葫芦一根 做法 腱子肉片切成大厚片凉水入锅 板蓝根叶洗净 西葫芦切滚刀块 把全部的食材放入刷锅中 加入清水料酒 炖煮半个小时 加入调料 即可食用 功效是 清热解毒 有一些人还真的不能吃 板蓝根这种野菜 有些禁忌 对 有些禁忌 刘章老师 咱们现在桌子上摆的那种板蓝根 实际上是石子花柯植物 你们看着就觉得像 平常咱们吃的那个 像什么小白菜 不在那种 它是石子花柯的植物 松蓝的叶 咱们吃的这个是叶 叶还有一个名字 你们更熟悉叫大青叶 它的根叫板蓝根 叶子叫大青叶 提取物叫清代 就是说这一个植物 能提取出三样东西来 都可以分别入药 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禁忌呢 刚才各位也都 分别都讲到了 说这个东西 苦含性就特别重 没错 所以呢如果您是一个 脾胃虚寒的人 脾胃虚寒性的表现呢 平时这个胃就容易怕冷 容易腐泻 然后经常吃一点 不合适的凉的东西 连连打嗝 那么这种人呢 您平常吃这个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了 可以多加一点点姜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这个热性的这些 那个腐蚀来锁制它 避免这个苦含性太过 另外呢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成分 就是咱们知道 那个大青叶 它里面能够提取出 这个电缆来 就是那个 咱们说那个清代里面 那种染料 有一种什么样的功效呢 它可以抑制骨髓的 过度增值 可以用来治疗 慢性白血病 所以的话呢 如果您平常本身 就属于这个贫血啊 然后骨髓增值不够强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不适合 一直吃的太多了 明白了